好 接下来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内部控制的审计报告 因为呢 我们说我们已经做完了内部控制审计 那也可能呢 说没有这种重大缺陷 也可能发现了这种缺陷 问题在于呢 我们该如何写这个报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内部审计报告这个问题 那首先呢 咱们说要完成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一样的 做完程序一定要做一个完成 对吧 那么这里啊 首先我们说我们要形成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那这块 那在这里啊 这一样 我们是从各种来源获得的证据都要加以评价 那这块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一个是我们正常做内控审计 那么这种对控制审计划 一个呢 注意啊 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做整个审计 所以呢 我们做财务报表审计中发现的错报 那么对于这个我们是要考虑它的影响的 因为我们审计中发现错报 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说这个内控有问题了 对吧 要是实质性程序发现状况错报 那对内控有影响的 所以这个要考虑对吧 再有呢 以识别的所有的控制缺陷 那只要我们识别这种缺陷 我们都要加以考虑 那然后最后形成对内部控制的 有要性的一个意见 那这里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 咱们同时如果做报表审计的话 一定要考虑这个 在这里发现的错报的影响 那么注意有一点 说只有在审计范围没有受到限制的情况下 我们主要是才能对内部控制的要性 形成意见 必须呢 不受限制 那但如果受限的话 受限的话 我们的选择一样 解约或挖表示意见 但是呢 有一点我们会发现 这和财务报表审计还有所不同 财务报表审计呢 非受限我们要考虑受限的这个影响 或可能影响这个管外性的问题 对吧 受限的这个程度 但是在内控审计当中 没有这个受限的程度 所以只要发现受到限制 要么就简约 要么就是挖表示意见 所以这个比我们报表审计 其实更极端一点 更极端一点 然后说 那我们在对内部控制的要性 形成意见之后 然后要还要评价另外一点 就是企业的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 这个呢 对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定的要素 列报说完整可恰当 那其实在这里就等于是 我们首先看内控的实质的要性 再一个呢 你的评价报告 它这个形式上 那有没有说 完整的这个受损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要素列报不完整啊 或者列报不恰当的这个问题 所以也从形式上角度加以考虑 那此外呢 获得书面声明 也就是我们要从备审单位 获得一个书面声明 一样的啊 这话 那就跟财务报表审计一样 得要书面声明 那这个呢 注意 财务报表审计要书面声明 你可不能取那 说代替内控审计中要书面声明 这是两个 各要各的 对吧 那如果备审单位拒绝提供 或以其他不当的理由回避书面声明 那对于财务受限 那么一样 解约或挖表示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 那这个内控这块给的蛮直接的 那不像我们报表审计 报表审计当中啊 咱们说 对于呢 书面声明章分不同类别 对吧 但内控这块就这么一个 此外呢 说我们还要评价一下 说呢 这个财务单位拒绝提供书面声明 这个情况 对其他声明 包括啊 在财务报告审计中 获得的声明 它可谣性 可能的影响 嗯 那个事 他在那里给你在这里又不肯 那只要不给我们要的声明 我们都要考虑 对这种证据的可谣性啊 那这种 那可信承受的影响 然后紧接着 相关事项的沟通 那对于呢 重大的缺陷 和重要缺陷 我们是书面形式 与管理层 这一层做沟通 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 那么这个书面沟通 要在我们这一时出具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之前 所以呢 其实在这里啊 也隐含着用命题模式 就把报表审计当中 这种沟通 和我们内控审计中 这种沟通 活到一起来 那这个注意啊 内控当中 那主要就在这一块 你就记住它就行了 重大重要的 必须书面 那而且和管理层 和这层做沟通 那么说 首先 我们应当 以书面形式 与管理层 沟通什么呢 我们主要是 在审计过程中 识别的 所有的 其他内控缺陷 所有的 其他内控缺陷啊 这话 要在沟通完成后 告知治理层 这是我们一个 要考虑的 所有的 其他的缺陷 重大重要以外的 那么这个呢 沟通完之后 告知 治理层就完了 这个不需要再跟治理层 做沟通了啊 因为治理层 只需要治理层大的 所以是重大重要的 那管理层呢 只要是我发现的 缺陷 那我都要跟你说 所以呢 书面沟通 重大重要的 其他的 我也是书面 很特殊啊 这一个 那么沟通当中 我们并不需要 重复我们自身呢 说内省人员呢 会被你单位 其他人 以前书面 沟通过的 这个缺陷 这个要注意 这个不需要重复了 他沟通过的 我们不需要 对吧 那说其他的啊 那此外呢 说虽然并不要求 我们注意事实 执行足以识别 所有控制缺陷的程序 但是呢 我们要求的是 要沟通 我们注意到的 内部控制 所有缺陷 就是我们做程序 我们是没法保证 说所有缺陷都能识别的 但你只要识别出来的 都要沟通 对吧 那再有呢 说内部控制审计 并不能保证 我们注意事 能发现 那么严重程度 低于 重大缺陷的 所有控制缺陷 那么说 重大重要的 对吧 换句话说 像重要的 和一般的 像这类的 我们做内控审计 是没法保证 说这些都能发现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也不在 内控审计报中 声明 说我们审计过程中 没有发现 严重程度 低于重大缺陷的 控制缺陷 那假如说 我们只发现 重大缺陷了 然后我们紧接声明 说没发现 比它低的那些缺陷 这是不能说的 然后接下来说 咱们这个意见 首先 无保留意见的 内控审计报告 那对这个 无保留意见 内控啊 这块 它的条件 什么时候可以出 那么说 如果符合下的 所有条件呢 这个时候 我们应当出具 无保留意见的 内控审计报告 什么条件呢 第一个 记忍日 被审计单位 按照适用的 内部控制标准的要求 在所有重大方面 保持了有效的 内部控制 内部有效 在记忍日 那再有 我们出来事 已经按照 我们内部控制 执引的要求 计划实施审计工作 在审计过程中 未受限制 首先内控没有 这种缺陷 那注意啊 没有神 没有重大缺陷 其实是 然后呢 在审计中 未受到限制 这时候 咱们可以无保留 那么 紧接着 咱们说 无保留意见的话 内部控制的 那这个审计报告要素 这里呢 我指给大家 讲这么几个啊 因为他这个 内控审计报告 和我们 现在的财务报表 的审计报告 不太一样 这个模板 要把高个顺序 那么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只要注意 这么几个要素 就行了 其他的呢 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啊 一个 我们这还是责任段 那么在责任段中 我们要说明 是在实施 审计工作基础上 对财务报告的 内部控制 发表审计件 然后并对 注意到的 非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的 中大学线 做了披露 这是我们责任 注意啊 对非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 那这话 我们只是注意到 他有中大学线 我就说 对吧 有我就说 没有就不说 但我没有发表意见 但是呢 财务报告内控 这话 我是有幸 我发表意见 换句话说 这个被审单位 提非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 有中大学线 但财务报告 这话没有问题 我们依然是无保留 对吧 然后说内部控制 固有局限性的说明 那在这里就说了 说内部控制就有固原性 存在不能防止和发现 错报的这种可能性 固原性说明 对吧 然后呢 说此外 因为情况的变化 可能导致内部控制 变得不恰当 或者对控制的政策程序 遵循的程度降低 所以根据内部控制 审计结果 去推测未来 内部控制要性 本身这就有一定风险的 就要做这么一个声明 你们说 你们推测未来 我做分析提示 这有风险的 然后紧接着 说我们的意见段了 这和咱们财务报告那不一样 财务报告呢 开门再建设 意见先到前面 内控审计报告是原有的 咱们说报告模式 所以意见放在后面 说审计意见段要说明 说企业事法按照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相关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 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要说明 明白 此外报告日期 这要重点掌握 那么内控审计报告日期 不早有我们赚事 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包括说董事会啊 董事会认可其 对内控及评案报告责任 而且批准评案报告这个证据 然后呢 我们在这些证据基础上 对在此基础上 对内控审计 形成审议日期 不能早于 不能早于啊 这话 那么在整合审计下 说我们完成了内部控制审计 和财务报表审计后 要分别 对内部控制和财务报表 出报告 分别出报告 但是签署 相同的日期 日期必要 所以又是一个相同之处 那是五宝的意见啊 那五宝的意见 那其他的那些要素 你们可以客户自己看 但是呢 我主要强调这四点 然后非五宝的意见 那么稍微回忆一下 咱们说财务报表的这个审计 咱们非五宝的意见有什么 保留否定 不发表意见 对吧 内控审计呢 他没有保留意见 没有过度 对吧 所以呢 要么是否定 要不发表意见 什么时候否定呢 他这样说的 说如果认为财务报告 那内部控制 存在一项或多项重大缺陷 只要有重大缺陷 那么除非法律受限 否则的话 我们就是否定意见 对吧 所以这个要注意啊 说就说明什么 有重大缺陷 但范围呢 没有限制我们 就是并没有呢 说不让我们审 我们都能审 那这时候你是一个 否定意见 只要有一个 就是否定意见 注意啊 而且强调 只要有一个 而且是重大的啊 重要不算啊 重大的 对吧 那么否定意见 内部控制 审计报中 要包括对 这个重大缺陷的定义啊 重大缺陷的性质啊 以对财务报告内控的 影响程度 的说明 那如果 说重大缺陷 没有包含在企业的 内部控制 平安报告当中 什么意思啊 因为他有个 自我评价对吧 那自我评价 他可能评价了 说一种呢 是他没发现 有重大缺陷 我们发现有了 一种他也发现 有重大缺陷了 我们也发现了 但是他发现的 没有我们发现的多 对吧 所以就导致什么 这个重大缺陷 没有包括在 他的自我平安报告当中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再说明 说这个重大缺陷 对吧 已经识别了 但没有包括在企业的 内部控制 平安报告当中 换句话说 企业的话 他也可能认为 自己内部有重大缺陷 态度很好 都说了 那也没办法 只要你有重大缺陷 我不管你说还没说 我只要范围没受到限制 我都是给你否定一件 你态度好 我也否定 对吧 你态度不好 对吧 我也否定 都一样 只要是有重大缺陷的 而且范围没受到限制的 那咱们就是否定 那如果啊 人企业内部控制平安报告 他也包括重大缺陷 但是呢 我觉得啊 就你们这个重大缺陷啊 并没有在所有重大方面 得以公寓反应 他说了这个事 但你表达还是不够 所以这时候我们在 在内部控制平安报中 表明 说明这个结论 然后公寓表达 关于重大缺陷的必要信息 就你对重大缺陷的表述上 我们觉得不够公寓 对吧 但你不是没说 你也说了 好了 那这时候 我们在这里 就是听你说出来 对吧 我们认为怎么叫 那表达是公寓才可以 那再有呢 如果打算对内部控制平安性 发表是否定意见 那你要转过头来 考虑对报表审计的影响 我们就需要实施实行程序 来确定 这种控制 不有重大缺陷吗 那与他相关的账户 是否有重大缺陷 那这个注意啊 有重大缺陷 不等于说必要有缺陷 但是呢 既然你已经发现 重大缺陷了 你做整个审计 报表这块 你都要考虑 有没有重大缺陷 当然 如果在这个对应的项目上 没有状态错报 我们可以对财望老师 无保的意见也没关系的 那在这个时候 就要确定 这个意见对 报表审计的影响 然后呢 在内部控审计报中 予以说明 予以说明这个问题啊 那么第二种 无法表示意见 那这个咱们说过 其实就是发表的限制 只要发现受限 我们要么解约 要么挖表意见 解不了约 就只剩挖表意见 这么一个选择了 他就不存在其他的过渡了啊 所以你看在这里 他很没有保留意见 那没有一个过渡啊 没有的 说我们要局部受限 不好意思 挖表意见 整体受限 不好意思 挖表意见 所以呢 所以呢 他是没有一个过渡 没有保留意见 对吧 那么在出去挖表意见的 内部控审计报时 我们要在内部控审计报中 指明 发育受到限制 那直接说明这个东西 所以无法就 内部控审计刑 发明意见 让单数的段落 说明挖表意见的实行理由 那这是一种 那么在这块 一定要注意 我们就不能在审计报中 指明我们做的程序了 也不用了去描述 内部审计特征了 避免呢 说对这个 我们的审计有误解 无法表意见误解 这时候我就不再描述 我们干了什么东西了 也不再描述 我们的内部审计 这个本身特征了 那都没必要了 反正无法表意见 那么最有一点 很特殊的 说如果在 你执行的有限程序中 发现了内部控制 存在重大缺陷的 这个时候呢 还得说 就是你虽然是 整体挖表意见了 但是你做的部分 有重大缺陷的 还得说 这个重大缺陷 所以这个时候注意啊 它不能是否定意见 有重大缺陷 但是发述受限 选的是挖表意见 但你要说明 这个重大缺陷 此外呢 说只要认为发述受限制 将导致挖或者 重温上证据 另外发表审议意见 我们就不必再做 任何其他工作 就可以对内部控制 出去挖表意见的 那内部审议报告 那这个就不一样啊 咱们前面 才有报表审议当中 说发运受限 那导致挖表意见 但是我们不能解决的 我们还要尽可能去审 审完了 才挖表意见 但现在呢 咱们说 只要遇到限制了 解决不了了 那咱们就是挖表意见 不用再做任何其他工作了 所以这点也是比较大的不同啊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日期就很有意思 这助外师就以这个报表 所陈述内容 什么内容 分受限的吧 陈述内容 或者充分适当的 审议证据的日期就行了 当然呢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报表审议的话 其实要考虑这种影响 可能很严重了 对吧 但可能报表审议的话 你还要继续审 那没办法 那就是报表审议 你也可能面临着 最后可能挖表意见的情况 有可能面临这个啊 然后呢 那你还得审 但内控就不用再审了 此外 有特殊情况 说如果法律法规的相关 豁免规定 允许他被执难为 不将某些实体 纳扰到内部控制的平达范围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不将这种实体 纳扰到内部控制的审讯范围 而这种并不是范围受限制 这个主要在于什么呢 这种豁免 主要在于呢 就是有一些 特别是有些 特定的行业啊 然后特定的一些呢 这个主体 他可能需要呢 说做某些的业务 但这个不能按照内控 那么严格来做 比如说啊 咱们有一些是帮扶项目 对吧 包括呢 去那非洲援助项目 但这个呢 就要按照当地规范来走了 你说完全按照国内 这个高标准的 可能不行 所以这时候法律法会说 可以货币 对吧 整个评价当中 不包括你们这种特定项目 那我们也不再评价 他审计当中 那这个不叫发挥受限 我们评价的 就不包括这部分了 那么这时候 要在内部控审计报中 增加一个强调摄像段 这一种 或者呢 是在我们的摄像段中 就这种实体 未被纳扶平安范围 做出一个陈述 这个陈述呢 和内部控制审计范围 这块 咱们都是什么 都不能纳起来 对吧 我们的陈述要和备计单位 叫陈述类似 就他要自我评价 对吧 他说有一个不纳入这范围的 那我们基本上呢 差不多是 仿超下来 或者复制占接下来 那但是你要说明是在一个 内部审计的这个角度 说不纳入这个内审计范围 不纳入平安范围 然后再有 对报告的其他规范 除了这几种情况之外 我们这里还有 对吧 一个呢 就是强调事项 那内控审计的话 他是没有保留意见的 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审计事项 对吧 但是他有强调事项 那就是我们认为内部控制没有重大缺陷 但依然有一项多项的重大事项 需要提醒内部控制的报告使用者注意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拿强调 拿强调予以说明 那然后强调要指明 说这内容仅用于提醒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注意 那不影响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意见 那跟我们正常强调都一样 我们该什么意见 还什么意见 我们只是在强调一下某个事项而已 那什么时候加强调段呢 那一种 就咱们前面说那个 我们要看他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这个要素裂报 那如果呢 你的要素裂报不完整不恰当 但你内控实际上没有问题的 这个时候 我们要说明这个情况 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 就你实际上内控是有效的 对吧 但是呢 你的报表这块实在水平差点 对吧 要素的裂报不完整不恰当 但我认为你实际是没问题的 这是一种 对吧 那再有呢 就是气候事项 就我们知悉了注意 这个事项在基准日啊 不存在啊 不是存在的 是不存在的 那么在气候事项期间 所发生事项 而这个气候事项 对内部控制审计刑 那这话是有重大影响的 这是有重大影响 但是呢 在基准日并不存在 所以这时候我们加一个强调段 描述这个事项 以及它影响 或者呢 提醒报告使用者 你注意到什么呢 可能企业 人家内部控制审计刑中 已经披露了这个事项了 然后我们提醒它 你们注意这个问题 它披露了 那其实呢 按说企业内控制审计刑报告 对这种气候事项 要加以什么 要加进来的 作为气候事项 对吧 所以我们一般主要是提醒它使用者 关注这个披露就完了 这加强调段的这种情况 那再一个 对于非财务报告 内控制审计刑刑 对于这个呢 说我们如果注意到了 而且呢 确定了 它的确是个重大缺陷 首先书面行事 先跟人沟通 那董事会经理层做沟通 听他改进 那你改不改进是你的事 但我要提醒你 然后呢 我们就在我们的审计报中 增加一个非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审计刑的描述段 很有意思 根本没有意见啊 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就描述 对于重大缺陷的性质啊 对时间相关控制目标的 一样的程度 做披露 提醒那使用者 注意的风险 但是我们没有发表意见 我只是描述这个事 很科幻陈述 那如果呢 我们还注意到 非财务报内部控制审计刑 是重要的 不是重大的 是重要的 这个时候我们依然是 书面行事沟通 书面行沟通 但是呢 我们就不需要再说了 咱们在内部控制审计报中 如果提到的缺陷 都是重大的 重要的一律不提 不管是哪一种 那财务报告的相关的 还非财务报告相关的 那么是重要的一概不提 那但重大的 就是会提了 对吧 只要是重大就会提 你要是外表意见 也要提 只要你发现了 否则意见 当然得说 对吧 如果是非财务报告内控缺陷 是重大缺陷的 那么你也要提 在报告中提到的缺陷 一定重大 那重要的就不用再提了 那但是呢 书面行事和关系层 除了书面行事和董事会 关系层做沟通 那如果是一般缺陷呢 一般缺陷呢 就跟他适当沟通就行了 听他改进 这也不用说了 那你看就不一样啊 说明什么 重大的重要的 都是书面行事 一般的 你适当沟通就行了 口头就行 对吧 但是提都不用提了 不在报告当中 此外 其有事项的考虑 那如果知悉了 对近日内控谣性 有重大负面影响 其有事项 那这个注意啊 说这个事在近日是存在的呢 那然后呢 在气候这块 我们发现了 对吧 但到近日是有重大影响的 重大负面影响 这个时候 原则上是否定意见 只要发现有没有受限 否定意见 对吧 那如果我不能确定 这个其有事项 对内控谣性的影响程度 确定不了 无法表意见 那等于不能确定的话 也是什么 发现受限 无法表意见 那如果人国安层 在平衡报道中 披露了近日之后 采取的整改措施 这个时候呢 注意 那你本身呢 在近日是有问题的 那让你日后整改 日后整改 我们还要指明 说我们并不对 这些信息发表意见 这个我们并不发表意见 因为我们是对 基准日 你这日之后的整改措施 我不发表意见 因为我没审 我也不考虑审他 此外 我们出了内部控审计报之后 如果知悉了 在审计报日 当时已经存在的 可能对审计建成影响的情况 这个呢 按我们财务报表当中 那个其有事项的 审计要求来做 就可以了 这参照内部规范来做 那么说如果被单位 人更正了 以前公布的财务报表 这个呢 注意 我们按照 其有事项的效应规定 重新考虑 以前 发表的 内部控制审计 实际性 因为这个咱们 视为什么 是个重大缺陷 对吧 还记得吧 一个重大缺陷呢 所以这个 我们要求实际的规定 只要考虑 我们原来发表的 内部审计件 是否还适当 那也可能当时 那我们已经认为 这个内控 是有重大缺陷的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对吧 那也可能当时我们认为 内控是没有重大缺陷的 也没犯受限 当时不保留 结果呢 他自己更正了 那不好意思 等于你当时是有问题的 既然有问题 咱们要考虑 什么 否定意见 所以其实咱们 对内控这个评价 其实很严格 跟这报表审计来比呢 咱们内控评价就更严 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这考虑情况 一般那个多选题啊 说执行内部控制审计时 如果审计发行受到限制 导致注意事实话 或者出门上审计证据 现在做法当中 正确的有 内控审计发行受限 A 在内部控审计报中 指明已执行的有限程序 对不对 那错了 啊 这个我就不再谈到 我们做的程序 对吧 B呢 出于无法表示意见的 内控审计报告 这个没有问题 C 说在内部控审计报中 对在已执行的原程序中 发现的内控中压缺陷 这个做详细说明 那么咱们说 只要有中压缺陷 我们出报告 就得说这事 对吧 所以没有问题 D呢 说在内部控审计报中 指明审计范围 受到限制 那这个肯定你说 对吧 发现受限的问题 所以呢 B C D都要说 但A不用说 那 然后18年多点题 说在执行内部控审计时 夏令亚有关 非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 中压缺陷实法当中 正确的都有 A 说中压师应当 以书面形式 与病人单位的 董事会沟通 发现的非财报 内控中压缺陷 没有问题 B呢 可以是书面 或口头形式 和经理层沟通 发现的 非财务报告 内控中压缺陷 这个不行 对吧 哪不行 不能口头 这一定要书面的 所以是错了 C 中压师应在 内部控审计报中 披露 非财务报告 内控中压缺陷 要不要披露 要披露 D呢 说非财务报告 内控中压缺陷 不影响 内部控审计报告 业类型 该什么意见 还是什么意见 对吧 那注意啊 就是你可以是 我保留的 也可以是保留 也可以是否定的 也可以是我表现意见的 这几个都可以带着 非财报内控中压缺陷啊 你要有的话 就陈述这事就完了 所以不影响我们的业类型 正确啊 所以答案 ACD 那其实呢 重大的重要缺陷 都是要和他们书面沟通的 一般缺陷呢 就是你随便沟通了 明白 你要愿意书面也行 明白 但是呢 要区分 他的重要重要程度 最好是什么 就不要书面了 口头说就完了 然后再一个 20年对问题 说下列情当中 最爱是应当考虑 在内部控审计报中 增加强摄像段的有 A病人单位 内部控制平安报告的 要素列报不完整 这个没问题 并呢 被人单位存在 非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那这个不一样 一样类型 也不用加强调段 我们只是陈述段 或者就描述段 就行了 所以这个 不用加强调段 另外打个叉 C 说朱冠师 知悉的 在基准日并不存在 但在期后期间 发生的事项 而这个事项 对内控有重大影响的 那这个一定注意啊 这个事在基准日不存在 那这个时候 我们加强段行 如果这事 就是存在着的 那么咱们考虑 内控的这个业类型啊 所以这个 因为是在基准日不存在 所以加强段没有问题 第一呢 说上年度 此外的内部控中下缺陷 在本年已经得到整改了 这玩意不用强调啊 这玩意不用强调的 那上年度 这个中下缺陷 本年得到整改了 那如果对本年没有影响 那不用去说它 对吧 所以正确的 A和C 那这是啊 咱们说 关于这个内部控制审计 这话 咱们说审计报告 这话 那么对内控审计报告 那么大家一定要把它 和我们前面讲的 财务报告的审计报告 进行区分 因为这里啊 有很多 容易呢 给我们造成一些误导的 比如说突然给你搞个 什么 其他摄像段呢 给你搞一个保留意见呢 那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会我还需要把这个思维体系 和前一个区分开来 好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内控审计片的 考点卡片 那首先呢 咱们第一个 关于内部控制审计的基本规范 这个重要程度呢 三星 难以承诺三星 就基本都这样一个程度 对吧 题目呢 单选 多选 那要求呢 是记忆 当然 你说这里有一些呢 他不是说啊 有些东西不能出在简答题里 可以出的 但是呢 有些内容可以是结合前面的内容啊 然后在复义当中 一个关于这个内部控制审计 就是日的确定 一个是呢 关于内控中 缺陷的领域的考虑 此外呢 我要识别重要账户猎报 相关认定 这个要注意 什么叫重要账户猎报 什么叫相关认定 这如识别 这是他基本规范这块啊 然后呢 执行内部控审计 重要程度 三星 难以程度 三星 他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么提醒呢 单选多元 简答 要求呢 是记忆 那么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 以及咱们在前面讲的那些 第四篇 第五篇 第六篇 讲的那些 对内控的这种了解啊 控制测试啊 用抽样啊 那要结合起来学习啊 那这里啊 讲的这个注意 一个是其中测试 对新技术这个影响 一个发现控制偏差 这个处理 再有呢 对控制缺陷严重程度的评价 以及 它的整改这个影响的判断 那这个最容易出题啊 此外呢 我们要重点联系 第四到第六篇 但凡和内控有关的内容 都要注意 因为那里讲过 对于我们在这里 不讲了 但他可以在这里直接考 那咱们讲过了啊 所以你在哪考都一样 那最后一个呢 内控水计报告 那么也一样 周到程度三星 难以程度三星 那么注意单选 多选 简答 服役要求 都是基 那我们整个这一篇 就记为主就行了 对吧 那么注意一个 内控的审计报日期 那他的确定 那特别是和我们财务报表 那个他日期的联系 有时候整个审计要求 对吧 此外 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 那么对否定意见 首先它是有重大缺陷 不是重要缺陷啊 一定是重大缺陷 此外呢 范围不能受到限制 此外无法表示意见的 内控审计报告 那其实这个咱们也是 是优先考虑解约 解不了约的 无法表示意见 而且呢 在这里 说在有限程序当中 我们发现了 说关于呢 这个重大缺陷的 不要重要的啊 发现重大缺陷的 我们是可以说的 此外强调摄像段 什么情况我们可以强调 以及对非财务报告 内控缺陷 它的披露要求 这个呢 什么样的业内型下 都可以披露它啊 吴保留的否定 发表意见 都可以披露 你发现的非财务报告 内控缺陷 都可以披露一下 那包括对他的沟通要求啊 都要注意 那然后呢 咱们说内控审计报告 要和财务报告审计报告 加以区分 那因为它是没有保留意见的 而财务报告审计是有的 没有中间过度那个问题啊 那这个一定要注意 好了 那么到这呢 我们这一篇有告一段落了 那咱们这一篇呢 其实比较轻松 跟我们那有些 那内容比起来 它可能都比不上 咱们前面某些片中的 一节内容对吧 因为这块 它就这么一个程度 对吧 这里它有特色的东西 我们单独说一说 然后呢 前面讲过东西都不重复了 好吧 就这么一个啊 所以这话我们是比较轻松的啊 但是我再提了大家一句 其实呢 内控审计 可以结合前面的内容 考证解答题 而且已经连着两年出解答题了 所以今年 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什么 模板式的东西 就专门考这个内控审计 其实考的是大量的前面的内容 这个点呢 咱们也要注意 那好了 到这我们又完成了 一篇内容 那内部控制审计 那离我们的整个课程完成 已经越来越近了 但是呢 大家不要太着急 因为呢 后面的内容 它也很重要 也是一个 典型的简答题的命题 那么一篇 所以大家还是要 耐下心来慢慢学 好在呢 后面内容也不多 那确实不多 然后咱们把重要的 需要大家掌握内容 给大家过一遍就好了 那好了 我们第十一篇内容 就到这里 给大家看 第二篇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